大家好,现在已经是牛年了, 大家每日都好像牛一那麽开心, 日日好像生日那样的心情, 另外我经常觉得知识是最紧要的, 所以我过去都恭喜大家, 牛年的时候汗牛冲动,牛角挂书, 这件事是最重要的, 当然身体就是阿里山的少年藏鱼牛, 这件事是很紧要的, 最紧要做官的, 千万不要牛脾气, 千万不要死牛一边颈,这些是最紧要的, 所以今日都要跟大家应下节讲春节的那些东西, 春节那麽多东西怎样呢? 我只是聚焦一点, 就是中央电视台连年都搞个春节联欢晚会, 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有什麽看头, 我都看过,没什麽看头而已, 因为现在近几年来, 自从2013年开始, 春节联欢晚会大家都越来越觉得背景音乐而已, 即是他有他讲, 大家开着个电视机,国内的人是这样的, 开着个电视机有他讲, 大家都不看的, 大家打麻将、聊天,一样是这样的, 因为春节联欢晚会的内容, 从80年代还有一些民生议题, 还有一些指桑骂槐,反映现实, 跟着很多东西就没有东西看了, 自从六四之后, 那个春节联欢晚会, 大家越来越觉得可有可无, 现在更加不好看了, 不过我为什麽又会讲春节联欢晚会呢, 我讲的是1956年的春节联欢晚会, 1956年多少年前, 你数下2021减下, 为什麽会这样讲呢, 因为今年国内很多民众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, 就是打开个电视播2021年的春节联欢晚会, 但是在电脑上按, 按回1956年中央电视台都有春节联欢晚会, 而且他将这些放上网, 大家的焦点放在1956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内容, 为什麽呢? 所以值得跟大家讲, 就是因为那一个春节联欢晚会, 是在反右之前最后一次, 反右那次来讲,大家看内容很好的, 所谓很好的就是现在的角度, 对比于今时今日, 那麽闷的春节联欢晚会那时的内容都算好的, 为什麽呢? 大家看看那时候为了要教育全国人民, 社会主义改造, 连意识形态都慢慢慢慢, 是在浸,不是一下子要你改, 所以当时是请了很多文化界, 艺术界的泰斗, 以至文学等等全部请出来了, 你看看他们可以起带头作用, 慢慢慢慢进行社会主义教育, 当时有什麽人? 文坛泰斗,八甘,梁相, 戏曲界的申凤霞, 大家看吴祖光的剧作家申凤霞表演, 还有电影界还有赵丹, 赵丹他当时拍多少戏? 很早期的一批中国电影的演员, 赵丹, 跟着科学界的, 还有钱学森, 如果你说学术界, 华罗庚, 你数数数全部是泰斗级的人马, 好了, 双星春节当然有一个双星出现, 侯宝林这些都是厉害的人马, 好了,当时大家看看他又有真是百花齐放, 表演那些内容又会是比较阔的, 歌颂社会主义不要紧要, 但是亦都会有提到那些官僚、 理智等等是一定要做好, 当时将当时的内容辐射到今时今日, 其实都有所指, 为什麽今年国内的网民那麽喜欢看1956年, 那个春节联欢晚会不是看2021年,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样, 大家如果新一代就会勉怀, 1957年开始春节联欢晚会停了, 跟着到1983年才恢复, 1983年春节联欢晚会开始, 大家都觉得会不会好像以前那样, 高宫仲德,但发觉不是, 跟着到1984年, 那个春节联欢晚会大家抢着看, 那时候我在英国, 全部的留学生华侨排阻队去看, 当时未有互联网,当时是什麽, 鹿兴带,所谓那些剧奏机, 整盒一盒, 大家排着队, 大使馆说我们不是很多, 只有有限数量的盒带在那裡, 大家排着队都要看, 足足有些排了整年队都要看, 为什麽呢? 就是1983年刚刚开放了, 1984年那个春节联欢晚会, 不止止止方骂怀, 直接讲到明哪些官员不是怎样名, 哪些官员有什麽漏集等等, 直接是一个民间的批判会, 你说1984年那时多正, 当然主调、主流都是好的。 这些令到大家其实是经历过去的春节联欢晚会, 而今年大家为什麽会拿回1956年, 除了我刚才讲的比较开放、 缅怀那时比较言论自由的气氛之外, 还有一点令到1956年的春节联欢晚会, 它是今时今日突然间在网上爆红的, 就是因为1956年完之后,1957年就停了, 而在1956年裡面出现过, 在春节联欢晚会出现过那些名家, 在1957年裡面不是全部, 大部分升为了大右派, 他们不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, 在春节联欢晚会的教育人民, 你社会主义也好,那一批不是这样的吗? 怎知一年之后, 不单止他们去教育的人很多成为大右派, 连他们自己都成为了大右派, 所以今年的网民拿出来讲的时候来讲, 其实重点就是讲究竟社会主义教育, 为什麽不成功呢?有些人就说教育方法, 你做什麽生乱,不是生乱八字,是马乱乱, 你越是这样的方法,人家是越反感的, 等于现在洗脑, 国内的人已经有一种反洗脑的方法了, 你有你讲,他有他自己做自己的事, 10亿人民一个样,同心协力骗中央, 除了这个之外,大家留意今年的网民, 讲1956年春晚的时候来讲, 就引伸到为什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是不行的, 失败的。 有些网民,大家自己上网看, 网民举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 就是因为你社会主义,你共产主义其实到今时今日都不成熟的, 以致是反人来的,是吧? 好,从理论上我都不一概否定共产主义了, 这个就等于当年孔子的时候讲大同社会, 我都不一概从理论上反对, 但是共产主义在实践到今时今日, 大家看到在实践的过程裡面, 有很多具体行为,你说是歪曲了共产主义, 丑化了共产主义, 是后人用行为来令到大家, 心目中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瓦解,毁灭, 所以国内网民说你进行那麽多社会主义教育, 共产主义教育,党的教育, 就是因为你教育那些东西本身大家都不接受的, 或者大家觉得你可以你继续再教育, 但是大家亦都有一个清醒的去分辨的道理, 即是那个能力,是吧? 所以我也都不介意现在春节联欢晚会, 或者它的政治教育裡面继续去强化这些内容, 我都不介意的, 因为今时今日的老百姓已经不再是50年代, 不再是文化大革命那时候的脑袋来的, 所以应节的都要讲讲春节联欢晚会。